有几个,你们注意,这边都有了 就是双银号变成两个,在前面讲过 然后有列号的部分改成I 这个应该没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换行部分 也就是什么叫换行 你会发现这一次的程式很长一串 那全部这么长一串 有同学就想说,老师傅可以分两行 比如说两行,他就可能找个比较好的位置 随便Enter好了 比如说你假设从哪边 Dedive 这里Enter 随便一个位置,你会把它移开 它出现错,为什么? 因为程式不能任意的变成两行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两行的话 会有一些规则 什么规则,把它坦错自己,复原一下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变两行的话 第一个,你要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I的部分 串接符号,这边有个I,这边有个I 那end,end符号 其实end符号跟end符号后面这个地方都可以 不过我习惯是如果两个end符号,我会选最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的后面有个空白 请你在end空白的后面怎么样? 加一个关键的东西 再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底线之后的话 再按Enter就可以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第一个位置一定要是end空白 的右边 end空白找到 点一下,加一个underline 再按Enter 这样子的话,移开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记得位置,一般是end的空白 其实或者是空白 只要是程式的空白都可以加个底线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Enter 他就会把上一行跟下一行视为同一行 不过这个是出现在 假设你的程式很冗长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用 OK,这个很重要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VBA的书籍 好像几乎没有看过有没有书籍提到 可能也是没有遇到吧 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有些时候是一些小细节 但是如果工作上遇到的话 那就有必要,这样把它换行 好,这个部分的话稍微说一下 刚刚的补充部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继续看后面的部分 后面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我们再带一下 再来就e-day e-day的话 这边改一下,奥运日期2020 7月24好了 这个e-day的话 实际上 我们刚刚讲过 计算年月日,月份最麻烦 比如说 我如果今天 希望把这个日期的三个月之后 比如说延后三个月好了 比如说这一天 那因为假设疫情太严重了 所以它可能会延后三个月 那延后三个月 我要怎么知道 三个月之后呢 我先第一个当天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把这个日期带过来 打个勾就可以了,就过来 然后三个月之后怎么计算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分拆开来之后 把年月日拆开来 再针对月份做计算 所以比较标准的做法是插入函数 请你用哪个函数 用Date函数 Date函数呢 会有year,month,day 也就是你必须把一个日期 那也很麻烦 一个日期拆成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什么 year year指这个 但问题你不能把年月日通过来 不行 它会错误 所以必须怎么 把这个日期带过来之后 针对它的月份 就外面包个year 前瓜糊 然后这边后瓜糊 就是2020 一月是哪一月呢 把这个日期带过来 但是记得要什么 外面包一个month 非常麻烦 date函数 然后 再来就是日的话 一样 在外面包一个date 所以其实 就是外面多三个函数 那再来的话 取得你会按确定 当然它会是什么 同样的日期 那你怎么去计算它的月份 很简单 针对month 加上三个月 记得关键地方在这里 但问题你要做计算 你变成你必须要先把年月日拆开来 然后针对月份去做计算 一样年也是一样 日也是一样 日好像比较不用 日就直接加就好 所以年跟月 你变成要用date函数 拆开来 然后针对月份做计算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确定 但是特别注意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你想说是因为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 哪一个 e-day e-day函数当然在2003以后就已经直接纳进来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不是用2003以前的版本 这个说明可以拿掉 OK 好像还是有公司用 所以它是争议集里面的东西 如果说你是用什么e-day函数的话 他就是直接给那个日期 就这个日期 然后几个月 有没有 month e-day是针对相差几个月而来 所以三个月你就输入3就可以了 按确定 他就会给你最后结果 不过他回来也是会是原始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有格式的结果的话 你变成你要自己再加一个日期的格式 按确定 有没有 这个就会跟这个一样 所以特别说e-day函数主要只有针对什么 针对month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用在年 不行 可不可以用在日 不行 只能针对什么month来做使用 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 几个月之后 OK 而且它一个缺点 回来的话会是原始资料 你要必须自己格式一下 这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好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这个week day 是不是刚刚有讲过 YMD year month day也讲过了 Time刚刚也有讲到 所以也许我们就直接来看公时 network day 跟work day 这两个其实就一组的 那有什么差别呢 network day有加S 表示说 回来的是两个日期最后的公时是几天 有没有 天是负数的吧 所以呢 net是进嘛 净工作的时期几天 所以特别是哦 那如果说你今天 已经知道哪一天开始 公时几天 你想知道是 回来的是哪一天哦 就是最后那个 结案的那个交款日期是哪一天的话 那就用work day 所以两个其实差 差别只是一个是 几天的公时 一个是哪一天哦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天到这一天哦 中间到底有几个公时 不过可能要扣掉什么 扣掉那个放假日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假设我用那个算公时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network day加S 有没有 OK 这个 所以如果你看到network day 你就大概有加S 你就知道说 我要计算那个天数的 因为有S嘛 总共几天 那如果没有S就work day 那就表示是哪一天 work day work day 这个有没有 就哪一天 所以我要算几天嘛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想 network day加S嘛 OK 按确定 那start day 哪一天 这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这一天结束 holiday 指的就是说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特别是哦 他这个函数 已经把礼拜六礼拜天扣掉了 OK 那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以外的放假日 都算是holiday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 它是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你就选给他就可以 特别注意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 已经礼拜六礼拜天 那你加进去的话 也是礼拜 那他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扣掉 因为他算礼拜六 那就不算那个 反正已经放假了 你再加进来等于是多加的 OK 所以你要加的话 一定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本来就没有放假的日期 像那个国定假日 有没有 你就把它加一个清单 至于这个清单 请各位自行参考 那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局的官网 或者是说有些像你们自己公司内部的那个什么 公司的那个放假 是像比如说员工旅行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OK 类似像这些 按确定之后 那他就告诉你 这一天到这一天扣掉 那个Holidays 那总共有1353天 OK 那你就知道总工时的部分 那 Walk days 哪一天 有没有 如果这一天 120天扣掉这个之后是哪一天 那你可以插盘数 一样 到底差不多 Walk days 那所以这哪一天开始这一天 Days 有没有 几天 几天的公时 Holidays 也扣掉的话 那应该是哪一天 按确定 就是这一天出来 OK 所以其实这个函数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计算公时的话 可以利用这两个函数来完成 那 这个讲完之后 接下来 请各位 你会把那个刚刚所学的 E day函数 跟刚刚所学的加到综合练习 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的罗绩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第一天怎么产生 这个月跟这个月相差几个月呢 一个月嘛 这个跟这个也差一个月 所以相差一个月的话 月份 相差一个月 刚刚不是有用到一个E day函数 有没有 10大 day这一天 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 按确定 你会发现 2月1号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向右拉 要不要锁呢 其实不用锁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拉的话 A蓝 向右 蓝会增加 A会变B B会变C 所以你会把他一直往前一直往 就相差都是一个月 所以向右填满 然后宽度不足怎么样 把它选起来 快点两下就可以了 3月1号 4月1号 一直到 12月1号 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用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第一步 请各位用E day函数 产生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产生底下的每天 那每天怎么产生 等于什么 这个日期 加一天嘛 一天其实日期就是1嘛 所以加1不就好 打个勾 有没有 然后底下1又向下拉 向下拉又继续往上加 所以刚刚好 到32嘛 OK 1月OK了 那到几月呢 到12月往下拉到L 好 这样的话呢 一整个月是不是都完成了 不过会不会有问题呢 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3月1号 这边应该删除吧 这边呢 删除 这边也多了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不要不是31天的 就会多出来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要把它去掉的话 怎么办 OK 你想说 最简单的方法 delete掉吗 当然不是啊 delete掉 那等于没有完整性 所以不是叫你用滑鼠键盘 如果说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判断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从这边下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如果 什么呢 逻辑上 如果 这个储存格 的上个储存格 就是这个储存格 他里面的月份 他的月份不就用哪一个函数 month 抓出来之后判断 如果他的月份怎么样 跟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 不一样的话 如果不一样 那怎么样 不一样呢 那就变成没有东西 意思说 没有东西 如果不一样 像这个 这个月份跟上个月份 两个是不同的 那就把这边变成没有 没有就是什么 两个双以后 这样子 OK 那这样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所以刚刚重点就是e day e day就是慢时 然后透过这个e day函数 其实就是可以拿来做 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向右拉就可以 这边是向 加一向下 但是要解决什么 如果底下 那假如有多出来 不应该产生的日期 不同月份就把它删掉的话 该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各位可以想想看 做完了 假设好那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说 如果我现在礼拜六 礼拜天要用不同颜色 因为你看全部颜色都黑白的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这个年曆 的礼拜六 礼拜天 用不同的颜色 帮我 就是不同颜色 质的颜色 跟底色 帮我 这个 显示出那个位置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那方法当然很多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 好 好